一提起毛泽东呢,我脑海中被灌输的就是 伟大领袖啊,抗日英雄啊,开国伟人啊,什么万众敬仰的红太阳之类的话 那他到底是怎么成为领袖的,怎么抗的日,又怎么开的国 他又是怎么变成红太阳的 中共呢就一直是遮遮掩掩,欲盖弥彰 老实说些什么中流砥柱,伟大剁手之类,含糊其词的话 那中共的这种说法,我肯定是不会就稀里糊涂的都相信了 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在搜集相关的信息,看能不能还原真相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呢,我参考了台湾,日本,苏联,美国 报纸,史书,研究,自传,报干,没几百科 整理了40多万字的文稿,终于把毛泽东成神的来龙去脉全部搞清楚了 我呢,准备用这个视频,按照时间的顺序,梳理毛泽东的一身 讲清楚他是如何从一个农村小子走向权力巅峰的全过程 这应该是全网最详细的视频,点个订阅,我们开始 关于毛泽东的出生就已经有很多传闻了 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出生的这天,正值立东 但是天生异象,狂蜂大作,暴雨庞陀,一道惊雷披向毛家 于是真龙将士毛泽东出生 证据呢,就是这个泽东二字,就是取东海之水,润泽这条真龙的意思 这个说法肯定是瞎扯 毛泽东的名字其实就是按照毛氏的族谱里 祖恩宜则远 这个毛泽东正好排到了泽字北 比如说他父亲毛一昌,就是前一个字,一字北 东呢,就是东南西北的第一个字 就是毛泽东是长子的意思嘛 还有一种说法呢,说清朝有个皇帝说了 说三百年内,韶山必出真命天子,拯救中国人于水火 然后这个韶山的毛一昌夫妇呢 乐善好施,积善行德 再加上找大师算过分水,有一个分水无敌的祖坟 所以夫妻两个呢,财运亨通,身强体壮 然后真命天子,也就诞生在了他们家 那这种说法其实更站不住脚 因为文肃秦生毛泽东之前呢 已经死了两个男孩,两个女孩,冷宫四个孩子了 毛泽东其实是第五胎 你如果这个时候去跟他的父母说 你说,哎呀,你俩身强体壮,气运亨通 这不纯纯是挖苦吗?他俩肯定要K你 实际上毛泽东出生之后,文肃秦没看出他有任何不凡的地方 为了自己这第五个孩子能活下来 他给毛泽东取了个乳名 然后跟着村里的石头观音信 叫十三牙子 这跟有些地方什么认石头认大树当干爹就差不多一个意思 三呢,是因为毛泽东之前还有两个没活下来的哥哥嘛 牙子在湖南话里就是小子的意思 这个名字和王五胖子,锅二蛋子这种就非常的接地气 没有任何真命天子的感觉 毛泽东出生的时候呢,毛一昌其实是比较穷的 不然也不能死了四个孩子 所以毛泽东刚满两岁就被送到了外公家 毛妈妈文肃秦的哥哥文振营呢 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私塾先生 亲舅舅呢,对外申肯定是非常上心的 所以毛泽东的童年接受了非常扎实的基础教育 他很小就能背诵三字经百家信 稍微难一点的签字文,六言杂字 他也是可以熟读下来 就在毛泽东跟着舅舅生活的这些年里 毛一昌的生活呢,大有改善 虽然现在的退伍军人待遇是一言难尽 在网友的口中呢,动不动就快进到老兵烧烤 但是在清朝末年,参军是真的可以改变命运的 毛一昌呢,就是通过在曾国藩手下的乡军 当了几年兵攒下的第一桶金 回家之后呢,赎回了自己的土地 后来又买了哥哥弟弟一些 很快就攒到了二十亩 另外他还做一些米面粮油的生意 属于是勤劳之父 完成了从无产阶级到小资产阶级的转换 那要是按照毛泽东后来制定的标准的话 那这妥妥的就是地主 虽然毛泽东为了在苏联那里能混一个好的出身 一生都坚称他爹是富农 生活逐渐变得富裕的毛一昌呢 自然也就把毛泽东接回家一起生活 毛泽东应该是不喜欢这个缺失了他童年的父亲 回家之后天天跟毛一昌干仗 也不再好好读四十五经 竟偷偷读些水浒传呀,西游记什么的 这在当时呢,其实并不算学习 那放在现在就跟咱们初中的时候 偷摸看盗墓笔记差不多一个意思 有一天呢,毛泽东因为翘课不敢回家 就决定离家出走,往县城里跑 结果刚出了学堂就迷路了 东冲西状跑了三天 被逮到的时候才跑了巴黎地 这个故事他自传里面自己说的 我也不知道真假 逮回家之后的毛泽东呢 依旧是不好好读书 这边的私塾呢,没有治得了他的亲舅舅啊 所以就只能把他给晚辞了 那换了一个学校的毛泽东 那是风格依旧 那毛一昌也不太敢说他 一说他就要和父亲干仗 这在当年孝道为尊的年代里 就经常让毛一昌下不来台 就这样,毛泽东在一片 父慈子孝的祥和氛围中 又成长了四年 这四年里换了五个四叔 毛一昌呢,是终于受不了了 索性在毛泽东15岁这年 直接让他辍学了 毛一昌呢,在毛泽东辍学的这年 给他娶了一个18岁的老婆 罗依秀 这人是当地的绅士罗和楼的女儿 毛一昌希望儿子结婚之后呢 就能成熟起来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当然和罗家的强强联合 也十分有利于家里的生意 在中共的资料里 这个时候写的是 毛泽东辍学回家 帮父亲劳动记账 同时还在不忘继续努力找书读 但是资料没说的是 早就早在努力找书读 毛泽东爱读的那些四大名著啊 隋唐演义啊,金钟传 那在清朝那都是禁书 在毛一昌看来 这完全是玩火 而且毛泽东也没有帮父亲劳动几天 他刚结完婚呢 就离家出走了 而且这次一走啊 就是两年 你说这两年 毛泽东哪来的钱花什么 他不是帮他爹记账了吗 毛泽东扔下新婚妻子跑了之后呢 留下罗依秀和公公婆婆 大眼瞪小眼 罗依秀是进退两难 最后就只能在村里人的非议身中 继续和公公婆婆生活 仅仅两年之后便死于利己 这次离家出走之后的毛泽东啊 据他自己的回忆 是住在县城的同学家里 也没有说干了些什么 我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 但是我想不到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 离家出走跑到县城 他除了该溜子他还能干什么 他总不能是加入了黑车会吧 总之毛泽东挨了两年之后啊 最终山群水尽才回了家 毛泽东一回家呢 就对父亲表示 自己已经物色好了学校 让父亲拿钱 自己要继续读书 但此时刚死了儿媳妇的毛一昌 还沉浸在对亲家罗家的愧疚当中 被理直气壮倒打一耙的毛泽东 问得有点懵 毛一昌缓过神来 我拉扯你这么大 刚到了能干活的年纪 你就离家出走 两年不见踪影 还扔下我刚给你娶的媳妇 让我丢脸 现在回来之后 嘴里没一句人话 竟然有脸张嘴就要钱 毛一昌表示啊 我出钱是不可能出钱了 你赶紧去打工 给老子还钱 然后给毛泽东找了一份 在米店做学徒的工作 但是最终毛泽东还是去读书了 因为他得到了舅舅文振营的支持 文振营给了毛泽东学费 毛泽东临走之前呢 写了一首诗 夹在毛一昌的账簿里 这首诗写的是 买骨何须丧心地 人生无处不情山 我的理解呢 他写的意思是 老子离开你这块破地 出去照样是人才 事实证明呢 这件事确实是毛一昌错了 做官不一定要苦读四书五经 考取功名利禄 还可以读尽书 闹造反 杀人放火 备招安 毛泽东在这条道路上 那是天赋异禀 最终当上了毛一昌 无法想象的大官 毛泽东找的这所学校呢 叫做乡乡东山小学 和四书那种纪律严格 宗碑有序的师徒氛围不同 这里的学生是非常的自由 更主要的呢 是这里不教他讨厌的四书五经 而是教自然科学 毛泽东在这里是除了自然科学 什么都学 比如说各种小说 杂志 奇闻异事 历史传记 造反指南 什么都读 最爱读的就是各种造反新闻 就比如 毛泽东知道的梁启超 康有为的公车上书 维新变法 还有松中山的辛亥革命 都是这段时间从杂志上看来的 要是一般人看到这些 了解一下也就过了 毛泽东过不了 那这种事情毛泽东必须得参与一下子 没几天呢 毛泽东就自制了一张大海报 上面写着 支持推翻满清政府 建立中华民国 而且具体写了 要松中山做大总统 康有为做内阁总理 梁启超做外交部长 您各位可能觉得这也没什么 但是我给您举个例子 您就懂了 这个事放到现在 就相当于是 你做了一张大海报 上面写着你支持推翻中国共产党 要建立新政府 然后请多伦多方脸当主席 翟山英当总理 李老师当外交部长 完了贴在学校操场的宣传栏里 我都不敢想象这个场景有多炸裂 没过多久呢 摇摇欲坠的满清政府和英法德美 四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宣布把四川等地的铁路 卖给四国 这件事就引起了全国各地的抗议 史称叫保禄运动 那这种事毛泽东必须得参与一下子 当然对朝廷毛泽东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借机整整同学那肯定能啊 早就剪了辫子的毛泽东呢 带着另一个没有辫子的同学 强行剪了十几个同学的辫子 虽然说中共一直把这件事情 当做正面事件去宣传 但是我左看右看 这都是校园霸凌事件 现在的小孩你说出去剪发剪丑的 都还要难受几天呢 那可是把辫子给剪了呀 而且那是在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年代 你感觉到不公 你不冲着迫害者使劲 反而对受害者霸凌算什么 再说你的新思想新运动 人家不接受 你就拿更高的收入 更好的生活 更多的机会去说服他 这玩意哪有强制的 当然我们后面会了解到 这种做事方式呢 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 很快呢 武昌起义爆发了 那这种事毛泽东必须得参与一下 这书读着也太没劲了 文史地震呢 反正自己十字就能读 数里画外呢 反正写又写不费 不读了 当兵起义去 这次呢 毛泽东是起了个大早 赶了个晚级 因为湖南的起义行动 是11月22日成功的 毛泽东呢 是11月30号才去报到的 所以这次毛泽东参军 参了个季母 除了训练 啥也没干 那你是不是觉得 毛泽东这次当兵就当得很轻松 其实也没有 毛泽东他也就整整同学能发发狠 军队的训练 他很快就吃不消了 根据他自己的回忆啊 当时军队里的大家呢 都是去城外挑水回来喝 他吃不了苦 就只好向别人买水喝 元旦这天 跑遍全球募捐筹款 起义29次 才终于推翻清朝分建统治的松中山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建立了中华民国 把1月1日定为开国元年 今年呢是113年 把起义的那天10月10日定为国庆节 中华民国现在谨慎的领土台湾呢 一直都是这天过国庆 而且制定了宪法 兴奋三民主义 实行三权分立 仿佛民主就在明天 那么起义成功的松中山呢 自然也就把起义军解散了 所以毛泽东也喜提灵活就业 我们前面说过 那个年代的军饷其实还不错 毛泽东呢 毕竟还是当了半年兵 领到了一些钱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 深刻的认识到了 军队的孩子像根草 还是学校的孩子像快报 所以呢 又开始找学校 想要重拾学生的身份 毛泽东呢 先是去了锦校 没过两周 不知道为啥就放弃了 随后又去了一家肥皂制造学校 学习减肥皂 决定做一个肥皂制造家 但是很快又放弃了 后来又去了 政法学校和商科学校 我们知道 毛泽东爱读文史地震 不爱读数理化 所以政法学校 它就逻辑差 不懂哲学 肯定也学不下去 商科学校呢 适用英语教学 它自然就更加完蛋了 我就在想 这就和希特勒 一考失败 后来屠杀艺术家一样 我不知道 毛泽东后来那么恨法治 那么恨商人 和这个时候的失败经历 有没有关系呢 总之 经过这几个月的瞎折腾呢 毛泽东手里的军饷也花了了 又一次山群水尽的毛泽东 只好又回家 向毛一昌张嘴 毛一昌看着 已经若冠之年的亲儿子 这实在是安排不来 就问毛泽东 你到底想干啥 毛泽东说 我还想读书 毛一昌说 没问题 我可以供你 但是你必须去一个正规的学校 毕业就能有好工作的学校 比如说湖南师范 不得不说 毛一昌这次的选择 真的是对麻了 毛泽东从这所学校开始 升职加薪 当上总经理出任CEO 迎娶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 当然呢 走上巅峰的道路 也不是一帆分顺的 由于毛泽东的自然科学 实在是太差了 达不到学校的要求 就只好先读了一年预科 才到本科报到 在中共的资料 毛泽东年谱里 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 写下了上万字的课堂笔记 主要是国学课和修身课的 现在在社会主义下的中国呢 已经不学修身课了 改学爱党教育 马列思想 但是在真正的中华文明中 修身课是非常重要的 主要学的呢 就是温良空间让 仁义理智性这些 我站在一百多年后 后来人的上帝视角啊 根据他后来的行为呢 当然能看出来 他的这个修身课 肯定是白学了 但是他当时的修身课老师 杨昌记 可不这么觉得 他觉得毛泽东他妈的 就是个天才 死活要把女儿嫁给他 有人可能猜到了 这个杨昌记 就是毛泽东的老丈人 杨开慧他爹 当然这是中共的资料里讲的 中共呢 还说杨开慧十分的爱慕毛泽东 疯狂的追求毛泽东 但是我找到另外一份资料 是杨开慧自己写的手稿 杨开慧呢 说杨昌记 根本就没有想过 要把他嫁给毛泽东 他也没有追求过毛泽东 是毛泽东对他死缠烂打 他才嫁的 我个人呢 其实更认同杨开慧的手稿 因为从时间线上来看 杨昌记如果真的同意 把女儿嫁给毛泽东的话 那他俩为啥在杨昌记 死了之后才结婚 此时的毛泽东 其实已经见过杨开慧了 但杨开慧现在才13岁 毛泽东都21岁了 毛泽东如果现在乱来 杨昌记肯定要打死他 毛泽东作为一个成年人 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比如说办夜校 湖南示范之前 其实是办过夜校的 主要面向的是 长沙市各个工厂的工人 但是夜校很难招到学生 几次因为缺乏声援而停办 所以毛泽东向校长 提出这个想法后 校长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 这些工人呢 普遍文化水平不高 毛泽东他们去教 也确实足够了 其实夜校招不到人不难理解 就和现在像996的人 卖健身卡一样 大家上班都要累死了 下班只想休息 谁还愿意去健身 但是湖南示范捡到宝了 毛泽东就是那个 能把健身卡 卖给996的人才 得到许可的毛泽东呢 先整了拨拿手活 贴海报 读了这么多年 杂志小说传记爽文的毛泽东 一肚子传销话术 写的广告是非常的煽动人心 毛泽东带人把广告 贴满了全程 真的招来了很多学生 夜校呢 也慢慢办了起来 从此呢 毛泽东的身份 在学生之外呢 又多了一个老师 经过讲台的历练 毛泽东也越来越上得了台面 hold得住场面 也慢慢喜欢上了讲台 在公开的场合 毛泽东经常说 自己最喜欢的称呼 就是教员 虽然在背后偷偷地 往口号里加什么 毛主席万岁之类的 就在毛泽东读书 办夜校的这段时间里 宋中山刚创建的中华民国 就被袁世凯窜取了 袁世凯上来就修宪 搞终身连任制 大开倒车 弄当皇帝的那一套 愤怒的宋中山 在广州又拉起一个护法政府 把已经被袁世凯 独裁的原政府 改叫北洋政府 并且发起了北伐战争 准备干死袁世凯 把宪法改回来 就在这段时间 一支北洋军队前来攻打长沙 毛泽东组织同学们 制斗北洋军队 打赢了这场战争 保卫了学校 是不是有种小兵张嘎 那种弹弓KO冲锋枪的 抗日神剧的味儿了 没错 这是中共的资料里的 也没说具体是怎么制斗的 我也没找到佐证的资料 我个人是不相信大学生 能打得过正规军的 毕竟随便欺负同学们的 校霸毛泽东 到了军队 连和平时期 最普通的训练都受不了 但中共的资料里 此时还有另一件事发生 这个肯定是真的 就是创建了新民学会 在那个年代的中国 还没有颠覆国家政权 之类这种口袋罪名 罢工游行 对政府提意见 那都被视为是爱国行为 比如说这个时候的 见证达人鲁迅 李大钊等 都被视为是爱国先锋 顶留爱豆 闹革命 那绝对是件时髦的事情 那这种事情 毛泽东必须得参与一下子 这天呢 毛泽东和蔡和森兄妹 三人聚到一起 决定把余生的全部精力 投入到救国运动中 发誓允部结婚 斩断儿女情长 然后三人成立了新民学会 准备闹革命 并且写了海报 向全校宣告 新民学会刚一成立呢 就吸收了十多个会员 我就在想 如果毛泽东在东山小学的时候 就有这个规模的队伍 那他得减掉多少根辫子啊 很快呢 就到了该毕业的时候 和现在的大学生一样 毛泽东也面临着就业的烦恼 此时已经调到北大工作的杨昌记呢 给毛泽东指了一条名路 留法勤工俭学 这个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呢 是北京大学发起的 由爱国人士资助 组织学生去法国半工半读 学习先进的经验技术 回来建设祖国的运动 蔡和森啊 周恩来啊 邓小平啊 都是通过这个运动 去了法国留学 那这种事 毛泽东必须得参与一下的 由于资助的资金有限 所以复法的人 要先到北京大学 学习六个月的法语 经过考试来争取名额 说干就干 毛泽东带着姓名学会的 二十四个同学 一行人浩浩荡荡 前往北京学习法语 准备留学法兰西 他完全忘了法语也是外语 而他自己学不来外语 到了北京的毛泽东呢 在杨昌记的介绍下 得到了一份在 北大图书馆馆长 李大钊手下 打下手的工作 就在这段时间 毛泽东见到了 来图书馆学习的杨开会 此时的杨开会 已经年方时期 在书香门第长大的他 食指未沾阳春水 温温尔雅 气质出众 出落的是亭亭玉立 天天和一帮 新名学会的 操汉子混在一起的 毛泽东 哪见过这个 当时就沦陷了 对杨开会展开了追求 但是在杨开会的手稿里 这个时候的 他对毛泽东 并没有什么意思 没把杨开会 舔到手的毛泽东呢 也没有闲着 让爱看杂数的毛泽东 在图书馆工作 和让孙悟空看守盘桃园 没有什么两样 毛泽东呢 自然是利用植物之变 看了个爽 把自己是来学法语的这件事 给忘了个干净 当然也可能没忘 就是单纯的学不会 总之 经过六个月的刻苦学习 毛泽东的法语考试挂了 3月15日 毛泽东和通过考试的学生 一起到上海 参加了复法留学学生欢送会 送蔡和森兄妹等通过考试的同学 登上了去法国的轮船 说句心里话 我要是他 我就没脸参加这个欢送会 之后呢 毛泽东回到了长沙 找了一份在小学里面 教历史课的工作 工资还不如之前给李大钊 打下手挣得多 但是好歹也是个 有头有脸的教员工作 对于出钱供他的毛一昌来说 也是个交代 此时的大环境也有了变化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各国呢 开始协商战后的问题 袁世凯把持的北洋政府 不仅倒车开得流 卖国也是一把好手 由于之前拿了日本很多钱 签了很多的卖国条约 导致在巴黎和会上 山东的很多铁路 矿场 还有前德国殖民地青岛 都被划给了日本 得知此事的中国知识分子呢 非常愤怒 鲁迅啊 李大钊这种顶流爱豆 也开始在各大杂志上开喷这件事 很快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 罢工等抗议活动 那这种事 咱毛泽东必须得参与一下子 此时的毛泽东 已经不能满足于贴贴海报了 这次毛泽东准备干票大的 看了这么多年别人的杂志 今天老子要自己办杂志 说干就干 毛泽东带着新名学会的小弟 到处凑稿子联系印刷厂 马不停蹄地创办了湘江评论杂志 初创的杂志呢最大的困难 往往是收集不到足够的文章 这要是换个人 那可能是个大问题 但是对毛泽东来说 这压根就不叫事 毛泽东满腔的见证暴论 早就快憋不住了 稿子我来写 事实证明 毛泽东的史书确实不白读 杂志更是没有白看 他写的文章一经面试 便大受欢迎 全国的各大杂志社 几乎都专载过他的文章 而且毛泽东不仅文章的质量好 他的产量还高 整个湘江评论的生命周期中 仅他自己一个人的文章 占比高达40% 你能想象一份杂志 无论哪一期 上面都有一半是同一个人写的吗 如果问毛泽东 是什么时候开始打响了自己的名气 那应该就是这个时候 很多人第一次知道毛泽东 就是因为在这个时期 读过他的文章 人怕出名猪怕壮 疯狂见证口嗨的毛泽东 很快就引起了 当时湖南省省长张静尧的注意 看着这些计划越来越完善 步骤越来越可行的 颠覆国家政权的暴论 当即就下令查封了湘江评论 毛泽东也因为害怕逃往北京 此时已经有了一定名气的毛泽东 自然不会白吃这个闷亏 现在有的是大杂志社 求着毛泽东投稿 他哪还需要湘江评论这种地方台 从此毛泽东索性开始写一些 分裂湖南 建议湖南独立 鼓励湖南自治的文章 他发表的那些文章 要是放到现在来讲 妥妥的是属于相读言论 而且比现在这些港独台独 藏独疆独的言论 那极端太多了 但是在共产党的眼里 毛泽东搞相读 怎么能叫相读呢 那叫曲张运动 嘿 这名起的是真不赖 要我说 就该好好学习毛泽东的思想 你怎么能叫什么读呢 大家都该叫做曲共运动 或者曲席运动 逃到北京大搞曲张运动的 毛泽东呢 又一次见到了杨开慧 由于这一年来 杨开慧常常听到毛泽东的传闻 看到毛泽东的文章 所以此时的杨开慧 对毛泽东的印象呢 也大为改观 感觉有戏的毛泽东 再一次对杨开慧展开了追求 长期在杂志上 与群雄互喷的毛泽东 此时已经练就了 超乎常人的口才 拿下已经对自己 有好感的杨开慧那自然是绰绰有余 很快两人便坠入爱河 1月23日 毛泽东的父亲毛一昌在家病逝 毛泽东没有回家为父亲奔丧 中共说毛泽东是忙于革命事业 未能抽出时间 但我知道毛泽东这回在忙啥 他正忙着陪女朋友 给准老丈人守灵 毛泽东刚和杨开慧在一起 杨继昌就重病住院了 随后留下那份 救国必先重二子的信后 便撒手人寰 毛泽东此时正在陪杨开智 杨开慧兄妹守灵 其实倒也不是说 毛泽东有了女朋友就忘了爹 也不是说他还在恨着他爹 而是实在是正在大搞 驱张运动 狂喷湖南神掌的毛泽东 确实是有一点不方便回湖南 很快 又一批复法考试合格的学生 从北京出发 去上海沉船前往法国留学 毛泽东再一次和他们一起 前往上海参加欢送会 同时也去见见杂志见证圈的朋友们 比如新青年的创办者 陈独秀 毛泽东不知道的是 这次与陈独秀的见面 将会彻底地改变她的人生 还是新年纪念